職工盟一路以來最重要的方向就是我們獨立自主 原則上是不受任何政治影響的勞工組織 勞工組織 勞工組織 職工盟日前宣布啟動解散程序 職工盟主席王乃元周一在電台節目上仍然大趕歪離 誠情成員受到人身安全威脅被指是愛國代理人 是被人抹黑地說 不過隨即被工聯會理事長王國嚴正駁斥 是捐款從事很多非法的政治活動 當然這些有些還要進一步去警方的調查 譬如很簡單就是發動三罷 很多人因爲罷工去堵路最終都被判刑 另一方面搞工會裏面觸犯了國安法的時候 被拘留做工會的負責人 怎樣去領導工環參與從事工會的工作 而不是帶動公會的理事觸犯法例而去判刑 王乃元又涉嫌懶得說 指職工盟解散之後 將有與千培訓學員受到影響 我們都一直營運超過五百多個課程 有十幾個培訓中心 目前還有五十幾班進行 過千個同學會受到影響 是會受到影響 按照現在整個市場來說 大家一起合作去做的話 都解決到 當然未必是即時 給一段時間都可以做到的 職工盟宣佈要有一個解散之後 明朗化之後 下一步我猜都很快的 應該會跟有關的培訓機構討論 因爲獨得再培訓課程那些 很多是失業的 或者開工不足那些 我們要積極業助 特別是要做一些無縫的對接 祝也相比 天罗 天罗 天罵 天罷 天罤 秋 秋 日 很 childcare 天� A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